宝儿 起来活动活动 下去走走 别老在屋里边窝着 那个冰箱里给你留饭菜了 给你炒的孤爆鸡丁 饿了想着吃自个儿 爸 这干吗去 那个 你姐跟清风那屋子 不住装修的吧 我这抽空过去给监建工 他们的房子装修好了 你们的房子也快了吧 那还早着呢 真要过去住啊 这 主要是你妈喜欢那房子 这么多年了 她一直藏在心里边也没说 她就喜欢要一个带院子的房子 还有钢琴 你 干吗呀 你不能走 怎么了 又怎么了 宝儿啊 爸 我求您一件事 那行 你说 我 我不同意疼了要结婚 你 我不同意疼了要结婚 你 你胡说什么呢你 妈 吃不了了 别拿那么多 银果对身体也好 咱多买几个 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去啊 一会儿咱们再买条鱼 买点鸡蛋 好好好 你想买什么咱就买什么 你说你满世界飞 实质不沾阳春水的 我妈真怕你不会做饭 不会做家务 没想到您秒变 现在还有点算老婆的样子 你就别笑我了 我们俩呢约定好了 以后我要累了叫她做饭 她要累了就我做饭 两个人都累了那就出去吃 约定的好 谁也不是王子公主 就不用那么矫情了 我们俩要做婚姻里的好夫妻 生活里的好战友 就冲你这觉悟 你这表现 妈再给你做两道好吃的 那我要吃饺子 你多久没给我做饺子了 你要求太高了吧 三千馅儿的 好 我给你帮 咱们去打馅儿去 行 然后 韭菜 还得要韭菜呢 走 我在这家 你已经是个局外人了 关雨晴 现在要把你们弄走 这就是存情想孤立我 你千万别误会理解 他就是 他就是没安好心 找个老公 新外科专家 以后你们还得出着他们俩啊 是 你现在是立场还坚定 那以后呢 我不傻 就是你心里可喜欢徐清风了 宝啊 你真是想多了你 爸心里只有你 谁也动摇不了你 在爸心里边的地位 知道吗 你看你这么用他 行 我不搬了 让你妈一个人过去住 我留下来赔礼 你看这行了吧 不行 反正你不能答应他们结婚 宝啊 婚庆都定了 你姐跟清风那个婚房 也都装修完了 你姐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喜欢的人 我不管 反正你不能答应 我不能让徐清风抢走你 好 咱能不能换个方式 要不我跟你妈 都不搬回去住了 我们一块儿都留下来 行吗 你看 我心里还是舍不得徐清风 你这心早就废到徐清风和关于群态了 我心里也不能拥起了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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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 演唱 李宗盛 爸 怎么还不回来呀 拿包饺子了 就等你回来下锅呢 一行啊 晚上 爸想请你吃个饭 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那个我和妈包饺子呢 你回来吃吧 你不是最爱吃火锅吗 爸爸想请你吃顿火锅 那我 那我跟妈说一声啊 那让她别做了 我们一起过去啊 别别 爸爸就想请你一个人吃 好 那我就想想办法 自个儿过去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马上过去 好嘞 妈 我得出去一趟 爸 这 爸 快来了 发什么呆啊 快快快坐吧 我刚才给你点了 这个鸢鸢火锅 还点了点吃的 也不知道够不够 好多难道怎么想起 请我吃火锅了 妈在家做了一桌子饭 我就跟她演了半天 我才跑出来的 来 要的 你看 还给你带了一瓶酒 喝点呗 好好好 真是好闺女 妈妈知道就爱吃火锅 平时为了工作 则总是节制的 今天爸做冬 想吃什么吃什么 咱们敞开来吃 那个 等会儿啊 服务员 把菜单拿来 来啦 来 好嘞 我自个儿来 我来 你好 您要的菜单 好 那谁 李晴 来 你看看 还想吃什么 好嘞 别 这不都已经点了这么多了 还够了 那有什么事我再叫你啊 好的 好 那谢谢啊 不客气 爸 是不是因为你要嫁女儿了 所以有点舍不得 才请我单独来吃饭了 还真是啊 那个 爸爸 这有点舍不得你 你说 我说从上中学的时候 你就念那个寄宿学校 我来高中到大学 基本上就没在爸妈身边呆着 工作以后呢 又满世界飞 整天就见不着人 领导还经常派你出去 到国外学习去 是不是 你说你这一年跟家里人 待一块儿待的日子呀 咱们掰这手指头都能算出来 这个 时间这一转眼过得真快 你说你说话这就 嫁到别人家去了 什么嫁到别人家呀 总共也没出一个小区 这以后天天都能见着呀 这算什么呀 行 来吧 咱俩喝一个 好 祝我幸福 好 祝我闺女幸福 谢谢爸 那个 雨晴 这个事能不能先缓一缓 爸 我可都喝完了 你怎么还缓一缓 你平时不挺能喝酒的吗 不 我不是说喝酒 爸爸是说 你结婚的事 能不能先缓一缓 什么意思啊 对 你跟清风 接触的时间也不长 那么着急结婚干吗呀 再多谈一段时间的恋爱 我觉着挺好的 你担心什么呀 那之前你不如也觉得 他挺靠谱挺好的吗 是 爸 是你的意思吗 是 是我的意思 你你你别想多了啊 跟宝没关系 宝他没闹 真的 真是我的意思 我 我说怎么好端端地请我吃饭 我说怎么好端端地请我吃饭 我这今天是 鸿梅宴呗 我说爸 那你告诉我 你说缓一缓 是多长时间啊 那 应该 不会太久吧 不会太久是多久啊 虽然等到你的宝 长大 懂事 成熟了 才能让我结婚啊 不是 那万一你的宝 永远都这样 那我还不嫁人了 不是 不是 行 咱们想问题 别那么极端好不好 爸 你宠儿子 能不能有点底线呀 是我极端吗 好 我承认 我这么提要求啊 对你来说是有点过分了 可是 你弟弟现在的样 你又不是没看见 对不对 他是真爱贝贝 不也为在他眼里边 那就是他的命啊 是吧 你想 他迷了 这个时候 你热热闹闹在这边办婚礼 你弟弟他受得了吗 对吧 也不是说不让你结婚 咱先哗一段 好不好 我要是不同意怎么办